杨幂离婚事件再度升温 爆料杨幂却已离婚 其实杨幂跟刘凯威结婚也是个意外 为什么这么说呢 当时杨幂是未婚先孕 本来没打算公布 但是被心机影儿先公开了 杨幂被迫承认自己已经怀孕 并和刘凯威结婚了 杨幂出轨L姓小鲜肉 都说必须是李义峰了 两人在一起大戏 举止非常的亲密 互毫不掩饰对对方的欣赏之情 之前杨幂陪小糯米参加亲子活动 很明显能够看出 杨幂刘凯威基本上没有 什么互动 两个人的交流也只有孩子了 还记得之前金星采访杨幂的时候 问道 如果给父母买房 需要征求刘凯威的意见吗 杨幂直接霸气回应 不用啊 我自己能买得起 杨幂就是这样一位独立的女性 自己生了孩子 给老公和婆婆带 她出门拍戏赚钱 跟小鲜肉 你浓我浓 其实杨幂跟刘凯威结婚也是个意外 为什么这么说呢 当时杨幂是未婚先孕 本来没打算公布 但是被心机影儿先公开 杨幂被迫承认自己已经怀孕 并和刘凯威结婚了 如果杨幂和李一峰走到一起 你还会继续喜欢打秘密吗 云化了月光一周年聚餐 朴宝剑金玉珍 毕记马合照韩剧 云化了月光演员朴宝剑 金玉珍 郭东演 郑勇等与剧组 为纪念剧集一周年举行聚餐 最初想以歌手身份出道的宝剑 在活动上更亦斩歌喉 金玉珍在Instagram 一个贴上与其他演员合照 但就没见他与宝剑的照片 反而另一男星红西田 就逐个主演都有合照 不过网上仍留出一张餐厅内的环境照 发现金玉珍和宝剑是坐在一起 昆明为新系恋舞 周杰伦首次点赞老婆 晒恩爱周杰伦G出道17年 日前她在Instagram 一个首次开自己的社交账号 昨日老婆昆明就在 一个上载为新系恋舞片段 这首次在网上点赞老婆 大晒恩爱 虽然已是两个孩子的妈妈 但昆明生完童为生前一样 身段先右 不过在片中她的力道强劲 或网民大赞 昆明生第二胎前已在电影极致追击 龙凤杰尝试做打女 稍后她还会跟和李活大之男星 迪伟装训 Dwan Johnson 合作另一部动作片 所以要练舞做准备 之前这次抱老婆生完男男第三日 她就帮老婆推着书椅 还设计好动作 让老婆拍摄镜片段 并成功当选角色 晕化了月光一周年聚餐 朴宝剑金玉珍毕记马合照韩剧 晕化了月光演员朴宝剑 金玉珍 郭东衍 郑勇等与剧组 为纪念剧集一周年举行聚餐 最初想以歌手身份出道的宝剑 在活动上更亦斩歌喉 金玉珍在Instagram 一个贴上与其他演员合照 但就没见她与宝剑的照片 反而另一男星红西田 就逐个主演都有合照 不过网上仍留出一张餐厅内的环境照 发现金玉珍和宝剑 是坐在一起 昆明为新系恋舞 周杰伦首次点赞老婆 晒恩爱周杰伦 G 出道17年 日前她在Instagram 一个首次开自己的社交账号 昨日老婆昆灵就在IC上 彩为新系恋舞片段 这首次在网上点赞老婆 大晒恩爱 虽然已是两个孩子的妈妈 但昆灵生完同为生前一样 身段先右 不过在片中她的力道强劲 或网民大赞 昆灵生第二胎前已在电影极致追击 龙凤杰尝试做打女 稍后 她还会跟和李活大之男星迪伟装讯 Dwan Johnson 合作另一部动作片 所以要练舞做准备 之前这次报老婆 生完男男第三日 她就帮老婆推着书椅 还设计好动作 让老婆拍摄镜片段 并成功当选角色 晕化了月光一周年聚餐 朴宝剑金玉珍 毕记马合照韩剧 晕化了月光演员朴宝剑 金玉珍 郭东演 郑勇等与剧组 为纪念剧集一周年举行聚餐 最初想以歌手身份出道的宝剑 在活动上更亦斩歌喉 金玉珍在Instagram 一个贴上与其他演员合照 但就没见他与宝剑的照片 反而另一男星红西田 就逐个主演都有合照 不过网上仍留出一张餐厅内的环境照 发现金玉珍和宝剑是坐在一起 昆灵为新系恋舞 周杰伦首次点赞老婆 晒恩爱周杰伦 G 出道17年 日前她在Instagram 一个 首次开自己的社交账号 昨日老婆昆灵就在 一个上 载为新系恋舞片段 这首次在网上点赞老婆 大晒恩爱 虽然已是两个孩子的妈妈 但昆灵生蛮童为生前一样 身段先右 不过在片中她的力道强劲 或网民大赞 昆灵生第二胎前已在电影极致追击 龙凤杰尝试做打女 稍后 她还会跟和李活大之男星 迪伟装讯 Dwan Johnson 合作另一部动作片 所以要练舞做准备 之前这次 抱老婆生完男男第三日 她就帮老婆推着书椅 还设计好动作 让老婆拍摄镜片段 并成功当选角色 这次在档花上 只能停留下来 优优独播剧场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